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是中央电视台 非常6加1 马上呢我们要一起去 二号主人公 现在我们就有请 今天的二号主人公 郭耀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郭耀荣的光临非常6加1 大家好 勇哥你好 那我们一开始讲呢 每位真材的这个女主人公啊 都代表有什么颜色 熊科老师说呢 他代表白色 因为他就他皮肤白 你代表什么颜色 等一下勇哥 你先看我这发型火嘛 看着袜子红嘛 但是我今天代表的是黑色 熊科老师说他皮肤白 那意思是说我长得黑一辈 不是 他说他要从白纸上 他是美术老师嘛 要画出绚丽的颜色 你这个黑色有什么含义吗 代表黑色 刚才熊老师已经说了 无论什么颜色呢 都只能在白纸上形式出来 但是勇哥你知道吗 这所有的颜色加在一起啊 就是我身上的这个黑色 就说明了我本人 绚丽多大 多学多彩 多彩多艺 真不谦虚 没办法 你刚才跳的呢 还不错 你唱歌怎么样 我唱歌啊 不敢说会唱 但是我特别的喜欢 在来之前呢 我就特别想在这个舞台上 为您唱一首歌 你知道吗 那你唱 唱一个 下面先通过一段VCR来了解一下 我在来之前是怎么准备的 通常这活是我带的 你什么意思 我这不是见封插针 是叫我主持水平吗 啥都不饮 既然是 行 为了你能唱歌 先给孩子一段VCR 来 导播 喜欢唱歌的小郭同学 没事就在家唱 看他唱的还真不错 这还不算什么 这次来飞车六加一 他想为勇哥唱一首歌 唱什么呢 我爱你 爱着你 就像老树 爱那米 你把这种翻成大米粒的 这个不行 这不行 你不行 换一首吧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时 一年就是我与其闻了你 我这个也不行 就是他都可以骑到老吗 不行 然后想 那我唱什么合适呢 一首完整的都没有 这咋回事这是 其实爸 我就为了给勇哥唱歌 我这事苦恼了 真的好久好久 不是号就大米粒 但是我就是来北京之后 把费剑的情绪 终于找到了一首 为你量身定做的歌曲 歌名就叫勇哥 正门唱您的 歌名叫勇哥 对呀 勇哥 那只是个传说 来来来 那你听听看 Music Music 大家有梦想都来找她 无论她走到了什么地方 永远是女馆中的牵挂 永哥 我心中太多话要对你说 我多么想为你唱一首歌 你是我心中不老的传说 永远我心中太多话要对你说 我多么想为你唱一首歌 你把快乐带到每一个角落 我们刚才看到了郭同学的这个舞 跳得不错 这歌唱得也相当好 还会这么的 不会主持 咱不说这个 来点别的行吗 我会表演 你会表演 在来之前 我还也是在老师的辅导下练了好久 下面我们再通过一段VCR来了解一下 我是怎么练习表演的 导播 这孩子抢我饭碼来了你知道 今天的表演课内容是演一对情侣 小郭却总找不到感觉 从血管 从人的哪一处内脏里来 也许 好 停停停停 是恋爱的感觉 现在的感觉还不够 明白我的意思吧 好 再来一次 来 注意你的调度和你眼神的交流 我说的是爱 内感觉从哪来 从心脏 从肝皮 从血管 从人的哪一处内脏里 好 停停点 哎哟 这恋爱的感觉 怎么感觉这么难找呢 还要怎么说出口 我的心里好难受 如果就将你拥有 我会忍住不让眼泪流 我说的是爱 那感觉 停停停停 你这不对啊你 你这演我女朋友 还是演我仇人呢 你瞅瞅你长得熊样 我上哪找恋爱的感觉 行了 行了 步牌 我本来也正在掐了别播 你说你指责人家那男生 你不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你老责怪人男生 我觉得那个男生挺帅的 关键问题是这样的 我吧 我一心一意 就想跟你永哥演 然后这个我在家也练了好久了 现在比那时候演得好 真的 你现在想演什么呀 感情戏啊 跟你演呢 这感情戏你知道 要投入是不 这玩意投入进去咋整啊 这样 我先给你找一个男生 你俩先搭搭戏 你 对 你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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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啊 像我的个儿也挺高 然后呢 戴眼镜 挺韩剧的啊 你叫什么来着 梁伟 梁同学 这个勤奋学习 终于考上了本人的母校 中国传媒大学 播音与主持艺术学院 在即将登上火车之前 他和郭耀荣啊 依依不舍地告别 感情 你要去北京了 我要去其他地方了 你要是再敢 你要是敢在北京找女朋友 我饶不死你 我 我一定不会的 你别走啊 那你陪我吧 即将开往北京的0014列车 就要马上开车了 来吧 亲爱的 谢谢梁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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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耀荣的舞 唱 表演 都相当不错 但是呢 一开始你讲了 你说你是代表黑色 对 是所有颜色的集合体 对 多彩多艺 博学多彩 绚烂多彩 你觉得 你到达黑色这个程度了吗 你觉得是个黑色 能代表 完全代表黑色 其实吧 一开始 我就是跟大家开个玩笑 我距离梦想呢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 需要我自己去走 需要我自己去闯荡 那自己身上本身有很多的不足 这次来了《非诚勿扰》之后 我真的学了不少的东西 最幸运的是让勇哥找了一个观众 给我配了一段感情戏 谢谢 郭奥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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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他叫刘威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니가 날씨에 좋아한것만 웃 dostęp 안낳을지 몰라 그런데니가 날 사랑하더니 어른 欢迎刘薇 来到《非诚勿扰》 那一开始我们就讲 今天登场《非诚勿扰》 嘉宜舞台的三位女主人公 都每人代表一种颜色 刘薇你代表那种颜色 我代表绿色 因为绿色给人希望 而且充满了活力 绿色相对其他颜色来讲 要活力更加充沛一些 你上来之后 现在是一个比较活泼的舞蹈 你唱歌怎么样 能不能给我们来点 非常有活力的这种唱 没问题 来 来 有活力 行 大姑娘没了那个大姑娘了 大姑娘走进了青沙障 活力 你说你走进青沙障 你干什么你 要活力呀 要有劲才行 您不知道 我是农村来的 在我们那边啊 要是走进青沙障 那肯定去干农活了 您说这干农活能不有活力吗 对 走进青沙障里面是摆玉米对吧 要有活力能体现出来的 能体现出来的 对体现出活力的活力 有了 比走进青沙障更有活力啊 正月里来世纪 年儿啊 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家家团圆 回呀 少得给老的白娘啊 对不起我打断你 打断你 少得点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但是从你刚才的这个 这唱来讲呢 我们还是听不出活力来 你想啊 这大年初一的头一天 我也不能在家里待着 出去四处给长辈们拜年 这不有活力吗 到处活动活动就算有活力 对啊 其实我两次打断你呢 尤其是第二次打断你 我是有这样一个感觉 我说你是不是除了东北歌曲以外 别的歌 别的地方歌曲不会唱 谁说的 西北的委会 那这样 既然西北的你也会 好 那我们就综合一下 呃 又唱 又跳 必须充满活力 你打算唱什么歌 西北的 啊 那下面我就把一首天路 用二人传的形式给大家唱 别别别别 天路 那是青藏铁路 对啊 那跟你活力表现有什么关系啊 你们听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不是 那铁路你怎么表现它的活力呢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啊 啊 把人家的温暖送到边墙里加的呀 从此 那山不再高 道不再那么老长啊 我这人一环机在一块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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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风 北风呼呼作响 看着她 看着她 闲熟的干着农活 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 她是一个还不满15岁的90后女孩 不常回家的刘薇 每次回来都要签字给爸爸妈妈做饭 虽然只是粗茶淡饭 但是三个人坐在一起却显得那么幸福 懂事的刘薇总会想办法让父母开心 一家人非常的和睦很幸福 但是我们从镜头当中可以看得出啊 刘薇他们家啊 家境呢还是很一般啊 所以很冒昧啊 坦率来讲就是家里的收入啊 够不够你上上学的费用 是不是都用在你上学的费用上 嗯 现在我的学校已经免除了我的全部学费 嗯 现在家里只需要只需要支付书本费和伙食费 嗯 还是基本可以承担的 那这要感谢刘薇所在的学校啊 对刘薇的关心啊 能让他安心的读书 那应该怎么讲 你觉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嗯 虽然我们家条件不好 但是嗯 我非常的幸运遇到了许多帮助我的人 很多帮助你的人 对 都是谁他们都怎么帮你的 嗯 像我的生涯老师 他一直在免费的教我 嗯 还有我的干妈 把我从农村接到了城市 让我接受了更好的教育 嗯 还有长春市警独之队的叔叔阿姨们 和长春市围组织部独叔叔阿姨们 都给了我很多的帮助 那这些人 他们都围图在电视前看着你 是不是也应该向他们都要表示感谢 嗯 也感谢他们一下 应该 非常谢谢你们这么多年来 对我的帮助和关心 嗯 我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期望 我会努力的 谢谢 这么多人的帮助啊 刘伟现在过得呢 还算是 嗯 真的是 比较幸福吧 这其中啊 呃 你最想感谢的人是谁 真的不能说属于最感谢 嗯 大家对我的帮助都是无私的 我都非常感谢他们 嗯 但是如果 非要我说出一个的话 我觉得 应该是我的干妈吧 为什么呢 因为是她把我从农村进到城市 呃 才让我能够认识这么多的好心人 呃 如果你的干妈现在在电视机前看着你 你想对你的干妈说的句什么话 妈妈 谢谢你 我希望 你以后不要那么累 都为自己着想一下 嗯 我会继续努力的 嗯 真的谢谢你 你干妈叫什么名字 呃 余虹 余虹 对 邀请余虹女士 首先欢迎你来到非常有心爱 谢谢 谢谢 这个孩子怎么样 她吧 非常聪明 非常可爱 也非常懂事 她经常跟我说 妈妈 以后我一定要报答你 我说你不用报答我 只要你有出现了 只要你有出现了 我们大家就看着高兴 M-P-4 M-P-4 并她呃 呃 身影上 嗯 又帮助 我们的VV 将来也会 很有发展 因为这孩子非常懂事 我们在没有通知 事先通知刘薇的情况下呢 秘密的啊 悄悄的把刘薇的干妈呢 接到了北京啊 请到了北京啊 突然出现在了非常6加1的舞台上 有干妈的鼓励 现在应该是完全可以放松了 绿色嘛 完全要充满活力了 来告诉大家 呃 接下来这个才艺我想呢 应该不光是送给干妈 送给所有呃 去帮助你的人呃 呃 也应该呢 是送给我们全部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尤其是送给你自己 接下来的才艺你打算给大家送出的是什么呢 嗯 为大家带来一段歌舞绿光 绿光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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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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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就是绿光如此的唯一 如果是今天的非常明星的话呢 他将获得由金力手机提供的 非常明星专属的开心手机一部 那现在呢我们再次请上 今天登上非常6加1梦想舞台的三位主人公 首先是一号主人公熊科 二号主人公郭耀荣 三号主人公 刘威 谁会是今天的非常明星 谁将获得由金力手机提供的 非常明星专属的开心手机 决定权在你们在座的个别手里 请拿出你们的选择器 一号二号三号 没有标准 你们的标准就是非常6加1的标准 请选择 那现在我们统计结果已经出来了 要感谢在座的各位 你们投下的这一票 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 本场的非常明星是 本场的非常明星是 刘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这个情況 明镜需要您的支撑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所 ãos局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Backstage